最近民族來北岸進行演藝 除了看電影 邀輯會分享到精彩的表演 因為今天這位老闆 特別要請在地的記者老師 奧憲珠和演唱老師 鄧憲基 要來演藝構定表演 我們辦了很多一些比較文化的 就是說比較平面的 但是如果能再容納一些音樂 在整個商店有多棒 讓旅遊客來對北岸的影響 就是說 我們可能比旅遊更好 受過老闆邀輯奧憲珠 本身也是北岸人 有機會在自己高雄 李恰喜 這裡有立宿文化的地方演出 對來說意義緩和 我們有觀察到 就是 因為北岸的孩子 我們都有觀察 有去看得到 這個遊客就是我們來來去去 沒一個可以讓他們坐在那裡睡 一些事大人 老大人 走路走路也會累 來這裡喝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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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會拿點熱 對這裡對我們的遊客 都是很好的福利 我們在地的孩子 也是該做一些事情 可以做一些付出的 在這個歷史 有求這個振興戲院裡面表演 覺得真的是有文化的薰陶 本著有興趣來這邊做表演 當然也是有一點點打場 切個有錢這樣 過去真是幸運為保持 北岸人對外地 有客的盡量的本地來表達生意 加上今天在做大餅 來這裡只剩下吃到吃到肉 現在來這裡人家吃餅 還有表演是人生一大享受 這張植物 我真的會學到 你多一次 我 你多一次 你多一次 我 你多一次 你多一次 我 你多一次 政公所目前也有在考慮規劃 就是要將我們的中山路內 假日改為徒步區 到時候我們接頭一人 他就有一個更寬闊 更好的表演場地 讓他們來表演 北岸正行喜音和立音樂會 由這禮拜來開始 會不三點到五點 歌曲古典現代老歌都中舞 是夠歡迎北岸鄉親來聽歌 記者在家三寸部都